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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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如何做才能降服自我 完成人生真正意义上的修行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修炼 一 一切向内求 明心见性 做自己的主人 向内求就是无论遇到任何事情 先从自身出发 从自身着手 先把自身的问题解决 只要自身的问题解决了 其他的问题就好办了 在现实生活中 有些人之所以抱怨 那是因为他们把问题的原因归于外界 而忘了自己才是一切的根源 根源问题没解决 其他问题根本无从着手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先解决心情 再解决问题 明心见性就是要明白自己的心 了解自己的本性 性格 还有就是了解人性 人心会变 人性不变 正是自己的心 正是人性 我们才能洞见自己 所以我们要多研究人性 多与自己的心进行交流 一切遵从本心 顺从本意 出自本真 活出真我风采 做自己的主人 其实就是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以及心中的欲望 学会吃足 淡泊名利 不被过多的外界所干扰 所羁绊 情绪磨人 过分的欲望害人 唯有控制好他们 做自己的主人 我们才能活得轻松自在 二 多要求自己 别要求他人 别人如何带我们 是我们的因果 而我们如何带人 则是我们自身的修养问题 人生路上不管别人如何带我们 我们都要做好自己 多要求自己 别要求他人 要求他人其实是一种错误的选择 而且我认为我们谁也没有资格要求谁怎样 如果你帮了别人 然后要求别人给予你回报 那你助人就不是为乐 而是给自己增烦恼 你想想 你帮了别人 然后希望得到回报 这就是一种期待 而期待是痛苦的根源 所以做人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否则就会庸人自扰 自寻烦恼 多要求自己 我们会变得越来越优秀 不要求他人 我们就不会有期待 就不会失望 更不会痛苦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活不好的原因 往往是因为对自己要求太少 对他人要求太多 3 不断反省 修缮自己 沉淀自己 进而完善自己 真正的修行是为了降服自我 而降服自我其实也是一个完善自己的过程 而完善自己需要不断反思自己 修缮自己 沉淀自己 反思自己是为了找出自己的问题所在 修缮自己是为了将自身的问题解决 沉淀自己是为了洗涤内心 让心保持干净 心干净了 心里自然透亮 生活自然明白 人生自然通透 人活一辈子就活一颗心 心好了 一切自然都好了 所以我们都要定期反思自己 修养自己 沉淀自己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自己的心修好 活得更明白 更通透 也更自在 人活着一定要明白 真正的修行是为了降服自我 也只有降服自我 我们才能真正的活出自己 赢得美好的人生 人生路上修行不易且行且修 至于最后能不能降服自我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要朝着方向去努力 从今以后我们都要学会 一切向内求 明心见性 做自己的主人 多要求自己 别要求他人 定期反思自己 修缮自己 沉淀自己 慢慢完善自己 四 心在哪里 路就在哪里 人生路上肯低头就永远不会撞门 肯让步就永远不会退步 求缺的人才有满足感 惜福的人才有幸福感 生活的滋味酸甜苦辣写淡 人生的色彩赤橙黄绿青蓝紫 打垮自己的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 不要把一次的失败看成是人生的终身 世上没有一番丰顺的事 只有坚强不倒的信心与毅力 逃是懦弱 必是消极 退就显得更加无能 成功的道路得靠自己闯 有的人修净土十几年了 还不知道何为净土法门 修禅宗的十几年了 也不知道何为禅 修密的同样犯这个病 另外一种人误以为自己念一句 阿弥陀佛就是净土法门 盘盘腿就是禅宗 念念咒语 结个手印就是修密 你念阿弥陀佛不是为了一心不乱吗 你参禅也是为了一心不乱 你修密要伸口意相应 还是为了一心不乱 不管你是哪一种方法来用功 首先都是为了一心不乱 修净土的通过念阿弥陀佛达到一心不乱 通过一心不乱继续深入下去 与佛相应 才能够生到极乐净土 修禅的也是借助于一个方法达到一心不乱 才能够深入禅定 把智慧打开与佛沟通 修密的还是这个道理 有的人念佛十多年了 还没有达到一心不乱 一边念佛一边东看西看 还在聊天 还在看电视 手里拿着念佛珠还在不停的抠 电视看完了 问题也考虑完了 佛也念完了 这是一心几用呢 实际上这是散乱心 不是一心多用 不会讲法要多读佛经 最好把它送出声音来 嘴巴读的时候把这个声音送出去 耳朵又把这个声音听进来 也就是耳朵又把这个声音吸进去 入进了八十心田里面 如果没读就意味着你耳根没有投入 实际上这一生能不能成就 现在就可以得出结论 现在就可以知道 根本不需要在以后 更不需要在临终时才可以知道 在座的都学佛很久了 都不是刚刚闻到佛法 如果说你学佛修到三年了 苗头还没有出现 影子还没有出来的话 说明这个方法根本不适应你 你应该换个方法了 如果外面的声色能干扰你 即使你强行把自己关在一个山洞里面 内心的杂念照样产生 而且由于你强行切断了外面的声色 虽然外面的声音和颜色进不到你的五根里面 但是你的一根会比以前增加几百倍的活跃 因为你把耳朵眼睛鼻子嘴巴的功能 全部推给一根来承担了 只有他一个人来发挥 所以心念一个接一个 一秒钟会冒十次 如果你从洞里面走出去 眼睛继续看 耳朵继续听 鼻子继续闻 嘴巴继续说 你会发现内心的杂念会很少 那是因为你把一根的功能分散到六根上去了 而闭关却是把六根的功能强加在一根一个人身上 实际上任何法门第一步都是要先降服自己的意识 也就是通常讲的杂念和妄想 学佛很难降服自己 更难以掌握方法 一不注意就走入了一个极端 譬如学佛人都知道不要胡思乱想 头脑不要复杂 不要考虑问题 结果形成了一种这样的现象 突然遇到事情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处理 是非好坏 轻重缓急 都辨别不出来 一个个都傻愣在那里了 心在哪里 路就在哪里 大人的人知道爱恨情仇 恩怨得失 虽无法忘记 但可以把沧桑隐藏在心底 让一切慢慢沉淀在记忆里 因为有些记忆的唯一归宿是从心灵到坟墓 我们应远离刻薄和庸俗 明白什么是爱 什么是属于自己的 什么是不属于自己的 人活着要有自己的目标 他可大可小 可以崇高 也可以平凡 但不能没有 谁不想拿得起放得下 把人生走得愉愉快快 把生活过得轻轻松松 拿得起就要扛得住 放得下 就须看得开 这既是能力也是智慧 谁不愿 谁不想 只是生活中 拿得起放得下之人能有多少 不然为何有那么多的苦 那么多的痛 我们不求拿得起放得下 只求看开看淡就已经很好很美 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过不去的心情 确实是这样 很多事情我们之所以过不去 是因为我们心里放不下 比如被欺骗了报复放不下 被讽刺了怨恨放不下 被批评了面子放不下 大部分人都只在乎事情本身 并沉迷于事情带来的不愉快的心情 其实只要把心情变通一下 世界就完全不同了 人生就是这样 得失无常或福互义 凡是路过的都是风景 一段情某件事 能占据记忆的皆是幸福 等走远了再回望 你才发现 挫败让人坚强 别离令人珍惜 伤痛使人澄清 再美好的东西 你也无法拥有太久 得到的都是短暂 失去的曾经亦不必太流念 只有从过去中站起 并继续往前走 明天才会有希望 如果感到此时的自己很辛苦 请告诉自己 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 坚持住 因为你正在走上坡路 走过去你就一定会有进步 如果你正在埋怨命运不眷顾 请开导自己 命是失败者的借口 运是成功者的签词 命运从来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埋怨只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努力才是人生的态度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有什么感悟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万 喜欢小万别忘记点击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